12月13日2018国际拼联总决赛在仁川开赛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伊藤美成对阵中国台队选手郑义静第一局 郑义静先生夺人很快取得了领先 虽然遭遇伊藤美成的连续追击 但还是暂时比九十抓住机会 以十一比九先下一城 第二局伊藤美成调整状态 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 并没有给郑义静太多机会 十一比三扳回一局 第三局两人移上来比分十分胶着 但郑义静不愧经验老道 虽然伊藤的球非常生猛 可郑义静发挥自己丰富的经验 十一比七再下一局 第四局伊藤美成一乘来保持比分的领先优势 但在被郑义静追上几分之后 伊藤美成及时的申请了暂停 暂停过后 伊藤美成果然很快调整了状态 十一比六再次将比分颁平 第五局 两人你来我往 伊藤美成的战术失误偏多 很快比分来到了六比六平 随后伊藤美成抓住机会 人得两分八比六 取得了领先优势 这是郑义静申请了暂停暂停过后 郑义静虽然颁回一分 但仍无法改变场上的局势 伊藤美成十一比七拿下第五局 翻超比分至三比二 第六局 郑义静调整状态 依上来取得了三比一的领先 但伊藤美成也不甘落后 立刻将比分追平 在六比六平之后 郑义静抓住机会一鼓作气 以十比六拿到局点之后 虽然伊藤美成连追两分 但郑义静还是以十一比八拿下第六局 两人战成三到三平 进入第七局的大战 第七局 伊藤率先抓住机会 三比一取得领先优势 郑义静依照上一局 伊藤的原样予以反攻 两人很快战至五比五平 虽然伊藤在之后取得了七比五的领先 看前半寸